歡迎來到XXK 今天要介紹一款日式士多啤梨蛋糕給大家 希望你們會喜歡 Let's go 放一盆熱水,然後放碗在裡面 加入雞蛋 砂糖 開高速去打 看到氣泡後 就可以拿出來 繼續努力去打 打到明顯有些痕跡的出現 就可以加入麵粉 由下至上去切碗 分兩次加入低筋麵粉的好處 就是避免攪過濃 防止麵糊會消泡 我們加入溶了的牛油 拿少許麵糊加入牛油 攪勻之後再倒入麵糊裡 攪勻直到碗底都沒有牛油 記得用尺半的手勢 你見到倒出來的狀態好像絲帶一樣 這個狀態我們就叫做Riven Stage 輕輕地燉空氣出來 就可以入焗爐 士多啤梨我們每片大約切成0.5cm 你可以因回士多啤梨的大小去決定份量 我們用180度去焗25-30分鐘 蛋糕焗好之後就可以倒扣 然後攤凍 現在我們就再打淡幾點 打到你看到有個尖錐形 這樣就可以加入士多啤梨果醬了 因為果醬本身已經甜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加砂糖了 開機用低速再攪勻它 食用色素除離 可以加和不加的 我們的頂部切了它 平均地切三分 平均地掃些糖水在上面 加點士多啤梨霜 用敏刀敏均勻它 平均地鋪滿士多啤梨 你們看到是不是很心急 想快點吃蛋糕呢 我們再加淡忌廉用敏刀抹平它 接著加入第二塊海綿蛋糕 重複剛才的步驟 加第三片海綿蛋糕之後 我們加淡忌廉在蛋糕頂上 用敏刀抹平它 旁邊都是這樣 加淡忌廉去抹開 我們修飾一下頂部 我們修飾一下頂部 淡忌廉加砂糖去打發 打到你看到還有流動性這樣 就可以落回蛋糕頂那裡 平均地攤開它 做出來要有流動的效果 好像我現在這樣 再加一點士多啤梨去做裝飾 那就大功告成了 送給你們日式士多啤梨蛋糕 我先吃 baik來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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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